今天我为大家来介绍一款我们的新产品 这是我们一款手草爆米花鸡 下面由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操作步骤 首先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机器的主人物品 我们机器是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的锅器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接料盒 然后接料盒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调味盒 这一部分是我们的调味盒 有些客户需要各种味道的可以在这里进行调和 这是我们的调味盒 这是我们的介料盒 这个就是我们的煮锅器 爆锅器 我们这个锅器分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煮锅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煤气燃气罩 像我们这个是高效节能的 然后火力又是比较猛的燃气罩 首先呢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煤气管机器的煤气管和那个我们的煤气瓶连接在一起 在这里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煤气环呢 是高压 高压 一般到这个行呢你们就可以不需要调的 我们出厂已经调试好了 首先这一步我们来装这个煤气 跟我们家里面装这个煤气型的步骤是一样的啊 装这个煤气是一样的 左旋转扭紧 左旋转扭紧 这样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的煤气炉 包括我们煤气炉的结构和使用 这个划呢 现在我手上这个划呢就是我们煤气炉的长命火 我们首先点火呢就要先把这个打开这个开完打开 然后这边一个划门呢就是我们煤气炉的大响啊 火的控制火力的大响那个划门 首先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点火 我们先把这个长命火的划门打开 然后我们的点火锵 从这里伸到里面去把我们的火点燃 是吧现在火就燃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我们的 哎大火 哎 好 这样我们的火就打开了 接下来呢我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三种原料 第一种我们的球群玉米 第二种我们的防胶肠 第三种我们的专用玉米油 然后这三种这三种原料每每每样是500克 玉米500克糖500克 油500克一比一比一的比例 然后然后我们再爆 下面很重要一步我要介绍给大家 在我们爆之前呢 哎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锅体的组成啊 我们首先把这是我们的盖子 先拿到放到一边 嗯 然后这是我们的锅体的尽料烤 尽料烤 这是我们的搅拌马达 搅拌旋转电动马达 这是我们的搅拌足 而下面呢我们的那个搅拌液啊 这是组成我们锅体的这个搅拌搅拌程序和爆炮程序啊 首先呢我们的搅拌马达是电动12伏的 我们可以用啊交流2.2代电压器 也可以用我们的12伏电 除电池来连接我们这个旋转电机的需求啊 首先呢就是说哎 再就还有一点这是我们这边 这是我们这个旋转马达搅拌马达那个开关 总开关哎 我们是我们要使用把电源配好之后呢 要把这个开关打开 然后我们来旋转 这是我们的调速开关啊 由这个调速开关 然后来加速我们的搅拌轴的旋转速度 越往右往顺势针 越扭的越多 我们的搅拌速度就会越快 哎 越往逆势针 越小 我们搅拌速度越慢啊 下面我们用来泡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第一步呢 把我们的油倒倒过去 可以跟工地也开始拍一张 然后打开我们的旋转马达 调到适中 调到适中的位置 然后让它慢受旋转 先让我们的油温加热升高 现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为大家简单的烧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锅体在加热 然后我们的油温也在上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玉米和糖 等到我们的油温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玉米放进去 大家稍多稍多等一下 好 这个油温呢 我们就先可以用两三滴玉米试一下 放到里面 你看到它爆破的情况下 油温就可以了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两滴玉米已经爆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玉米整冻了500克玉米 倒进去 好 然后我们的黄焦糖 黄焦糖500克 冻进去 然后我们加速 把糖和玉米混在一块 然后 好 这样就可以 这个速度就可以 最后 最后一点 我们把这个防 防爆盖 然后盖上 一般成分量差不多 在三分 三分钟到四分钟左右 我们的过程放好 好 现在开始放好 可以看一下大家 现在开始爆了 哎 已经在慢慢爆破了 好 我们盖上 等到完全爆破之后 我们就把它可以移爆了 听到这个声音呢 已经是差不多的了 大家 我们 好 这个 看到这个样子应该是差不多 哎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火关上 对 对 把火关上 然后我们把那个 推起来 来 来 好了 来 我们在一锅玉米就放了 好 等我们这个玉米倒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均匀呢 用我们的铲子搅拌一下 让它烧到散一下气 然后有利于它的焦气恢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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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好